一种是钻墙形式的 一种是人字形的 区公所人员向各领民众 解说沙包与抽水机的使用方式 南港区公所今年结合 信义区与大安区及民间各单位 在南港的防灾公园 南港公园举办防灾公园 开设测试的教育宣导活动 带领民众了解避难收容的流程 与所需要的各项设备 今年为什么要开设防灾公园 因为今年是9月23周年 那我们在9月18、19 花东地区也发生6.8的一个地震 所以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害 所以我们南港区 特别在这个9月份 开设我们防灾公园的一个演练跟测试 我们这个防灾公园 今年特别的特色是在 我们跟信义区跟大安区 南港区三个区的一个合作演练 那跨区演练 那大安区都负责我们灾民 收容的一个火石 那信义区就负责我们灾民的救济物资部分 那由南港区的南港公园负责灾民的一个收容 那我们这边可以收容有1400名 防灾公园现场模拟灾害来临时将提供哪些安置收容服务 从安置登记到帐篷区一应俱全 火石区也特别发送点心与饮料给参加宣导的民众 同时也有服务人员可专门为来避难的新移民服务 刚好是我们东南亚的地区很少有发生地震 所以就是遇到地震的时候 就我们姐妹非常的担心 不知道是怎么行刑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或者安谱 说就是协助 也许他就跟人家跑来这里 他不能联络上他们自己的亲人 我们就可以协助他就是广播还是什么翻译 让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亲人 然后目前在台北市就是越南籍的姐妹最多 所以今天我们是派一个就是越南语的通译 我就是越南语的通译 如果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就是翻译 就是有的时候来这里 听不太懂中文或者看不懂中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协助让他们了解 目前我们所发生的这些行情 就是及时可以让他了解 我们南港区公所特别在 我们台湾刚好遇到地震的情况之下 南港区公所特别办了这次的防灾的相关的演练 那我们可以民众都在这边 沿途都有相关的解说员 解说各个在防灾公园开设的时候 各个场域还有这个活动的区块 然后让民众都能够认识说我们防灾就是避难的时候 如果有地震的时候避难的时候在防灾公园 能够提供什么样子的设备和服务 那对民众的收获都是很大的 我们虽然说现在社会比较安定 但是我们又居然失伪 因为灾害不外乎是火灾地震台风这三样东西 像最近前一阵子的花莲的地震 大家就可以记忆忧心 倒塌的防务很多 所以我们平时要做好预防准备 准备工作 所以必须未雨绸缪 熟悉这个地方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流程 反战的流程 到时候一旦发生什么 马上可以就可以进入状况 进入状况 我想这个反是欲哲力不欲哲会 反放于未然 消弭于无形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 这是美国FEMA 对全世界发表的论文告诉大家 三个动作 趴下 掩护 稳住 好不好 各位记得这口诀 了解吗 就是躲在桌底下 各位也不要太怕 为什么 讲这个地震会造成建筑物倒塌 机会是高海地 高那那怎么大家还在这边 第一高海地 第一啦 然后我再问一下各位 建筑物会不会无缘故倒塌 大部分都是什么原因 对啦 我要讲啦 豆腐渣工程啦 偷工减掉啦 对吧 没错嘛 各位不要呆担心好不好 我们建筑物经过法规 厂商只要不要偷工减掉 各位会不会整个垮下来把你压死 会不会 不会啦好不好 我们今年特别也跟一个开胜有限公司 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一个防灾的MOU 因为开胜公司它是一个器材 工程有限公司 那我们在防灾的开设部分 有需要这个工程公司 支援我们一些防灾设备 例如碳灶啊 电池啊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的一个设备 所以我们跟他签订MOU 对于我们的防灾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忙的 南港区区长蔡明如表示 希望借由民众的实际参与 来了解防灾公园的运作 加强防灾意识之外 也可以强化自救能力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